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黄河 从河泽磅礴入路 蜿蜒浩荡 铺开了河泽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 庄中 范黎 伯乐等先贤圣者 在此成立世之道 书千年传奇 如今 黄河沿岸 黄河故道 如一朵朵激荡的浪花 装点着大气开阔的锦绣风光 何则牡丹 一场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 十余处牡丹观赏园区 千余种牡丹名品 静待四海冰棚 赶赴花式盛宴 何则传说是福星之丧子 姚舜之故里 历史文化灿烂丰厚 境内有北新 大问口 龙山 粤石文化等 两千余处不同时期的 各类文化遗迹 十三水再次交汇 四大泽再次孕育 这里是中华民族 祖元文化的交融之地 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水浒一百般八将 七十二名在运城 何则是水浒共事的发源地 水浒文化 铸就了何则人热情好客 刚毅包容的品格 时光婆娑 古城新梦 步入水浒英雄的历史时空 看楼影光色 罚酒作歌 遥想当年的中意侠午 感悟今日的上意风范 靠日战车时期 何则人民胜利地完成了 党中要遭给人战略任务 迎来了新民族主义革命的胜利 接下来就让我们分享出 有关于何则英雄的故事 红旗飘飘 忠心赤胆 何则的红色情节 早已融入血脉 鲁西南战役 纪鲁域边区革命根据地 纪鲁域南下支队 以那段争容岁月 化作星火燎原的红色金晴 卷刻成何则的梦想 与光荣 三十云项国家级分移项目 近百项省级分移项目 戏曲之香 书画之香 武术之香 民间艺术之香 这是何则古老厚重的文化名片 跨越千年 传承古今 演绎着这座城市的礼韵风流 谱写着何则人的字意浪漫 质朴的何则人 在美食上有着独到用心的礼物 何则饮食文化远远流长 民间小吃郁味无穷 所谓人间烟火器 为之浓时是共香 一书一饭 千姿百味 令人流连忘返 黄河滔滔 林原腔调 你听到的 正是何则 摇晃位子 亭台宣泄 你看到的 正是何则 明风淳朴 激昂向上 你感受到的 正是何则 循着千年历史 遇见心中的诗里人间 那满怀期待的 正是何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